空中精准锁定 直接炸毁 乌克兰在俄罗斯决定大反攻 又毁掉第二座横跨库斯克州赛姆河的桥梁 不过根据俄罗斯军事部落客的消息 除了这两座桥梁 恐怕连最后一座关键桥梁也被乌军摧毁 代表该区的俄罗斯后勤补给几乎全断 剩下的俄军恐怕会被围困在河流以南的范围 巧的是桥梁被毁后 有监视器拍下原本驻扎在附近小镇的卡德罗夫派 俄军开始在当地抢劫商家 随着乌军突袭进入两个礼拜 乌克兰也整理出第一时间的进攻画面 包含在苏甲附近直指往前冲摧毁俄军车队 并夺走俄罗斯的T-80BVM坦克车 接下来这些画面俄罗斯总统普钦恐怕也会越看越气 因为陆续有外媒记者直接在乌军带领下进到苏甲镇拍摄 相关的镜头等于证实俄军已经失去对这里的控制 CNN记者还在当地一处地下室采访避难居民 也看见一脸惊恐的老人家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结束 我现在要求我们好 我们要求我们死了 我们不需要什么 我们只要把我的手机放在一起 我们要求我们 我们要求我们 整体的气氛仿佛重演战争出奇 乌克兰当地的惨况 不过地点却完全相反 是发生在俄罗斯领土之中 当中不乏有居民思考逃去乌克兰 却发现也没有出路可以走 所有人只能继续待在黑漆漆的地下室 不知道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现在乌克兰不止相当于控制住苏甲这里 重要的天然气转运站 未来也不排除步步进逼库斯克核电厂 除了有乌军亲口说出未来的目标 礼拜天凌晨核电厂附近 还传来爆炸声 并伴随着空袭警报 俄罗斯边境这几天状况有增无解 18号这天乌克兰其实也派出无人机 攻击罗斯托夫地区的柴油仓库 现场爆出猛烈火舌 飘出浓烟 若连同这类油槽大火和近期锁定 俄罗斯军用机场的攻击 美军退降认为俄罗斯恐怕曝露出自己的弱点 那就是缺乏够格的飞行员导致他们不敢轻易飞过界 只敢从远处丢职滑翔炸弹 其余诡异的现象还有俄罗斯总统普琴的态度 明明战火烧到家门口 却照常出访亚赛拜然两天 关于俄乌战况的发展 反而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变得紧张 突然声称乌克兰在靠近白俄边界部署12万兵力 因此白俄罗斯也要部署三分之一的武装部队到边境地区 以防爆发战争 与此同时没有参与库斯克进攻任务的乌军 也没有闲着乌克兰第41机械话旅 就在神秘地点举行军事演习 继续对后续对抗俄军 做好万全准备 给新闻送报道 乌克兰苏美边境乌军的坦克不断增援 8月6号乌军就是从这里闪电入侵俄国的库斯克 乌军首度释出最初几个小时的作战画面 俄国边境的哨战被乌军轰成的废墟 寡不敌众的俄军举手投降 同时乌军的伤兵也从前线徒步送回后方 乌军的坦克还穿越龙牙障碍继续往前 这是二战之后俄国本土首度遭到入侵 一个多礼拜之后 西方记者也只被允许到残破的哨战 无法进入库斯克 因为乌军人在库斯克以每天一到两公里的速度推进 俘获上百名俄军 要荣誉还是要活命 俄军当然选择保命投降 整个阵地的俄军沦为接下囚 乌军还要他们亲口向俄国总统普京求饶 原来乌军留活口就是要换回精锐的亚素营战俘 但是普京还没点头 现在乌军宣称至少深入35公里 占领1150平方公里的土地 面积相当于台湾的桃园市 总统泽伦斯基还要把刚刚拿下的苏甲镇当作前进指挥中心 乌军已经拿下苏甲东面的出入口稳住控制权 苏甲镇北边的两股部队继续突破深入丘陵带 但是有补给线拉长的风险 苏甲西边的村庄群乌俄双方还在争夺中 但是乌军的态势已经很明显 逐渐包围战略要地科列涅卧 这是一座人口6000多的小镇 有铁路通过 是前进基地的好位置 此外现在英国允许乌克兰使用英制的武器来攻击俄国本土 印证了先前就传出英国挑战者二型坦克早就开进了库斯克 挑战者二型能够先瞄准锁定目标 再计算距离较准射角 40秒内能涉及八个目标 乌军如虎添翼但是也有例外 英国还是没有允许使用远程的暴风之影 飞弹打击俄国本土 这或多或少反映出西方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互动 并非无限制的支持 西方人在怀疑乌军能否保住战果 纽约时报也认为乌军恐怕曝露出其他防线的弱点 让俄军趁虚而入 俄军似乎也没有中吊虎离山之际 继续强攻乌克兰东部的顿内斯克战线 乌军的后勤枢纽波克罗夫斯克逐渐面临包围 战况没有乐观的本钱 TBC宣布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